近日,聚会善的法律代理人向韩媒表示聚会善不愿意离婚,迎来网友议论。 当日下午,聚会善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透露不想离婚的原因,表示安仔嫌从未照顾过爱宠们,却因为想要离婚而带走猫咪,让她无法接受。 聚会善晒出爱猫的照片,并配文写道,和我一起生活岁月众多的我的伴侣动物,从来没有好好喂过吃的,收拾过一次大便的人在通知离婚后想要带走它,无法与这样的女离婚。 另外,聚会善将在最新随笔集《你是我的宠物》发行后就暂时终止所有演绎活动。 今后一段时间,聚会善将重回大学校园,继续从前中断了学业,为此聚会善正在准备复学的相关手续。 迷姑娱乐,整理报道。 吴继龙刘诗诗因步步精心结缘,结婚三年多也终于在今年4月29日迎来了他们的孩子,小名叫步步,步步顾名思义, 原自于步步精心,是他们缘分开始的地方,也是爱情的结晶。 近日,当商业电台903节目监制,梁志光晒出了一张与吴继龙的合影。 照片中49岁的吴继龙纯黑色T恤,一副中年发福的样子,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。 可见刘诗诗产子之后,当爸爸的吴继龙非常开心,满脸雌肤模样,好友晒出与吴继龙的合照,而且还特别指出吴继龙背囊上的小狮子。 还说10月份将会有好消息,莫非吴继龙向好友透露了刘诗诗,10月份将会复工的消息。 刘诗诗粉丝评论道,我们终于要等到事实付出啦。 咪孤娱乐 张力报道